12月16号12点46分,四川新闻县发生5.7级地震,震源深度12千米,镇中位于新闻县周家镇。 12月17号,记者实地走访了周家镇周围受灾较严重的村落。 当记者准备挺进靠近镇中的天星村时,山上飞下的落石早已截断了路。 原本两峰对望的高山却在地震时崩裂成块,茂密的树林整个被滑坡,卷进了峡谷。 当向前推进困难后,记者来到位于周家镇龙洞村龙洞煤框附近一山坡处查看。 地震发生时,这里的山体发生了山体滑坡,泥土和碎石将原有的一条山沟基本填埋,并将位于山脚处的房屋部分掩埋。 经过工作人员初步勘察情况,目前并未形成燕测湖。 据不完全统计,地震共造成房屋一般受损6693户,10804间,严重受损256户,392间,倒塌3户9间。 记者来到房屋受损严重的洛浦村,在村民园林家的院子里有一块直径近两米的居石。 他告诉记者,这块石头是地震时从后山悬崖上滚下来的,当时吓得他手脚发软。 村民抗光明的房子被危防警戒线围起来,他家的房子主体已经变形,屋内墙上布满了裂缝,最大的裂缝近10厘米宽。 他告诉记者,房屋受损严重,已经不能住了,他准备和儿子一起去集中安置点暂时住下。 据悉,受灾群众已转移安置663人,其中集中安置402人。 新唐社区安置点集中安置了160多受灾群众,统一住进帐篷,及时供应毛毯和被子,饮用水和食物充足。 住在安置点的村民吴春轩在地震后的第一顿早餐吃的是面条,他表示现有的安置条件已经很满意了。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吴金卢表示,在地震发生后,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就及时组织救援力量,奔赴一线开展救援工作,转移受灾群众并保障他们温暖过冬。 不要让任何一个村众没有得到救治,没有得到救援,就是要输救,要挨成挨腹地,再进一步确认,这是第一步。 第二步的话,要把伤员全力救治好,全力救治好。 第三步的话,就是迅速核灾,我们今天已经启动了核灾程序,灾情核算核完了以后,村众得到全部安置了以后,就要启动灾后重建了。